物价真的涨不停 已经多次调涨的奶粉 又有品牌宣布要涨价了 包括了贵格 雪印和雀巢 在内超过四个品项 一次要涨五十块钱 涨幅将近百分之十 家长就抱怨了 雀巢能N去年底才换包装 容量不止少了百分之十 现在短时间之内又要涨价 比照中国大陆雀巢宣布要降价 让人感觉差很大 营幼而喝的奶粉又要涨价了 从七月份开始 包括贵格的健康三义菌 雪印 还有雀巢的惠世S26 能NHA在内 四个品项全系列通通都要涨五十块 基本上都是原物料上涨 对 都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导致说它们的成本增加 理由听到快麻痹 但其实从去年开始 知名的奶粉品牌已经涨了一轮 每乡生亚培年初才调涨三十块 短短几个月又有奶粉要涨涨 其中雀巢的能N 去年底才换过包装 那时候它本来原本包装是九百克 现在变成八百公克 对 然后价格是不变的 然后目前这个月的话是七月以后 它涨幅的话是涨了五十元 本来觉得说应该就涨一波而已 然后就是这样一直涨一直涨 然后就会觉得 对 会觉得很疑惑 就是怎么会一直不断这样子 因为中间间隔大概才几个月的时间 太离谱 因为中国大陆的雀巢才宣布降价 台湾的雀巢却反其道而行 光说是成本讨量 似乎说不过去